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也是全台湾的民众都非常关注 尤其是家长啊 非常的害怕 新北市幼儿园未读案是持续延烧 今天早上才公布了八个幼儿的血液检体 检测出来是有八笔妥残留的 而现在呢 下午又公布了一批是尿液的检测 总共有十四位幼儿是呈现阴性的状况 但是这个尿液跟血液的检验名单是不是有重叠 到底是有多少人呢 被验出有这个残留 还需要再进一步比对 但是最新消息是其中有两个小孩啊 最近出现了失眠跟焦虑的状况 现在很多人就担心很有可能是血液跟尿液 随着时间过去呢 已经淡化掉了 未来很有可能 请检警再采取毛发检验 新北幼儿园为药案持续延烧 不少家长忧心忡忡 赶紧将自家宝贝送验检测 而第一批尿液检验结果也已经出炉 医管会证实目前共收到26位小朋友的尿液检体 第一批14位孩童全部都是阴性 没有验出巴比托药物反应 12号还会再公布12位小朋友的尿检结果 至于11号早上公布的血液检测结果 28人中则有8人验出巴比托反应 我们的8位小朋友里面有75%在落在1.0到1.5之间 那就实验室的认定1.0到1.5就是视同微量检测出来 在血液部分 8名小朋友每毫升的血液中 巴比托介于1.0到1.5为克的有6人 介于1.5到2.0为克一人 至于高含量大约3.0到3.5的也有一人 但尿液和血液检验名单是否有重叠 还需要再进一步比对 医管会透露目前已经累积90通电话询问 虽然有14位尿液检验阴性 但其中两位有失眠焦虑易怒的情绪反应 因此会就毛发进行再进一步的检验 相关单位全动起来就是要一一查明真相 记者王家庆 张强远台北采访报道